河间,河间,九河之间 万万没想到,河间竟然指的是九河之间 这在历史早期是一个特别大的地理概念 九河说的是哪九条河呢? 湖汉河,泰史河,马甲河,复复河,胡苏河,简河,结河,勾盘河,和格金河 这些河流对于今天的我们比较陌生了 多数改名或者成为古河道 到了战傲国的时候,在九河流域开始设河间竟 河间才开始有地理名称,成为行政名称 此后,河间,唐,西市,郡国,州府这样的级别 到西汉,景帝把二儿子刘德,也就是汉武帝的二哥,封到了河间国 刘德成年的时候,西汉开国才四五十年 由于秦始皇分出坑儒,那会儿的书特别少 刘德爱书,但凡知道民间有藏书 刘德就花重金购买,并命人重抄一本,留给出让子 万万没想到,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和传,礼记等等 就是刘德在河间封国的时候,传承下来 刘德是号县王,其中有一层意思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县书有功 今天河间还有个村,因诗经得名诗经村 本拱的老家就是这个村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河间诗人,欢迎您来我的家乡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怎么也得去趟河间,听观观居咎,诗书记事长 看千年雅鼠,京南第一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